大家好,我是阿辉 今天用燕麦片给大家分享一个好吃的做法 麦片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它是一种非常有营养的粗粮 经常吃的话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准备200克的即食燕麦 加入3克的酵母粉,一勺白糖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再加入300克的普通面粉 用温牛奶和面,边加边搅拌 搅拌成棉絮状,下手揉成面团 最后揉成一个软硬适中的面团 盖上保鲜膜,饧发至两倍大 下面准备一个红薯去掉外皮 红薯气皮以后切成薄馅 切得越薄越容易蒸熟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 然后放到蒸锅里 大火煮开以后蒸15分钟 红薯已经蒸熟了 趁热加入一大勺白糖 用小叉子给它压成细腻的红薯泥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先放一旁放凉备用 面团已经饧发好了 里面满满的蜂窝状 把岸团放在案板上充分地揉搓排气 揉好以后整理成圆形 再按扁 取出擀面杖 擀成一个长方形的面皮 像这样就可以了 不需要擀得太薄 外面铺上一层红薯馅料 用刮板将它涂抹均匀 再撒上一些提前切好的红枣碎 从下表上给它卷起来 一边卷一边按压 尽量卷得紧实一些 卷好以后从中间切开 分成两份 然后放到蒸锅里 盖上盖子先不要开火 二次饧发十分钟 时间到了 生坯明显地变大了 盖上盖子大火煮开 蒸十五分钟 时间到了 麦五分钟再出锅 我们打开看一下 哇 真的是太香了 一股浓浓的燕麦和红枣的香味 让它取出来切成片 就可以开吃了 燕麦是低脂肪 吃了之后饱腹感极强 特别的适合当早餐 我们的燕麦红薯卷就这样做好了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燕麦这样做营养又美味 特别适合正在减肥的朋友 我们掰开看一下 里面是一层一层的 每一层都包裹着红薯和红枣 吃起来特别的美味 里面还加入了牛奶 奶香味十足 这样做出来全家人都爱吃 如果你也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留言转发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就是